大家好,这里是佛之源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十月份一夜暴富的生效,人的运势一直都有盛衰之别,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世界,也常能感受到,不同运气的影响,运气好时,人人喜上眉梢,在对新年,有吉祥美满的祈愿之时,更有运气也处于,坏得不领好的, 最佳阶段,可以让人观运如锦绣,财运似非红,生效羊,生效属羊的人,你们整体运势一直不错,笔上不足笔下有余,你们只要稍加努力,就能够实现自己人,生中的理想和目标,生效属羊的人,你们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你们命里有很多财富, 只是需要你们去挖掘去创造,你们只要保持一颗,积极向上的内心,就能够赚得钱财多多,你们在十月份中旬,可以由喜事上门, 让你们喜事上眉梢,生财有道,腰缠万贯,让你们好事纷纷靠拢,一切顺心如意,美满顺利,生效狗,生效属狗的人,你们,做事情积极认真,而且服从能力比较强, 你们不管是在哪一方面,都能够做到最棒做到最好,你们从来不用悲观的心态去面对,不管遇到再大的困难,你们总是十分的乐观, 正是这种心态让你们,在事业成功上面更进一步,而且你们在十月中旬,能够让你们, 好事扎堆来,喜上眉梢,能够让你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发大财,走大运,能够财运亨通,水到渠成,做成大事,生效虎,生效属虎的人, 你们虎虎生威,你们意志力非常的顽强,不管做什么事情,只要是自己认定的,就一定会做到底, 你们从来不会害怕困难,而且你们人非常的善良,喜欢帮助别人,有一颗,善良的,慈悲的心, 你们心思非常灵敏,不管是对待周围的人合适,你们总是以和为贵,所以生效属虎的人, 你们是福气多,运气好的人,你们在十月中旬,喜上眉梢,腰缠万贯, 发大财,走大运,生效牛,生效属牛的人,你们,总是一步一个脚印, 从来不投机取巧你们,做什么事情都踏实认真负, 所以你们的运势也一直是最好的,你们不管是在生意,或者是在职场当中, 都能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你们肯踏实努力,这样让你们在事业成功道路上, 更加的顺利,生效属牛的人,你们在十月中旬,可谓是钱财不请自来, 财员滚滚,让你们生财有道,福气多多,发大财,走大运, 生效马,生效马为人很热情,而且也是一个,很有上进心的属相, 但很多时候,生效马却因为自身的运势欠佳,所以未能取得什么特别突出的好成绩, 而在十月十六号后连续十天礼,生效马命礼之中, 有丁武三会获取,让生效马财运大胜,连发十天财,今后十年, 生活富贵不愁钱花,生效侯,属侯的人在今年财员滚滚, 竟财时机多,十月玉三合贵人,得关心家照,对工作上的业务极为有利, 可得上司,贵人提拔带领行径,在十月精神状态结出, 作业效率高,工作上全部顺利,在工作范畴简单结识贵人, 并给予辅导、协助,工作运势高涨,即便是上级组织的重担, 恶然发作的情况,能够也能应对自若, 纳摩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即神相随,所求如意,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幸福如意,心想事成,如意吉祥,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笑口常开,生意兴隆,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万寿无疆,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愿三宝加持和护佑,一生善事作敬, 最有菩萨缘的生效,人生在世, 无论信佛与否,精神至上都应该有所信仰, 佛缘就是这样一种神奇的东西, 能时刻给予人希望,正所谓三尺之上有神明, 人如果多行善,就注定能得佛缘助育,福报就不会少, 下面这三个生效,一辈子只要行小善,福报就是大大的, 到底是谁呢?生效牛,属牛的朋友不管信不信佛, 心中都常怀善意,一直在践行祝佛说过的话, 所以这辈子注定受到本命佛,虚空葬菩萨的保佑, 奋斗一生,必有厚福,多行善积德, 人生就越来越厚重,不仅自己的品格重于泰山, 就连子女孙辈都能享福到老, 受他们的避应,家人都会很有福气, 不如说,善良的他们就是家人的一尊佛, 人生顺利,无病无灾,生效鸡, 属鸡的朋友受不动名王菩萨庇佑, 表面看似冷漠,实际上内心善缘百倍, 打发慈悲的时候比谁都要无私, 他们用自己的一辈子做善事, 福报也是满满的,帮助过的人, 哪怕数十年后,也会惦记住这份恩情, 终有一日报恩还德, 福佑他们的子孙, 所以属鸡的朋友,人生总是顺顺利利, 走到哪都有贵人, 就连病魔都会远离他们, 一生不动如山,福气深厚, 生肖兔,属兔的朋友, 最大的缺点是心软, 但最大的优点也是如此, 他们对人永远很不下心来, 也不会把事情做绝, 不管是人缘还是佛缘都相当好, 一辈子积累下广泛善缘, 与人为善, 关系和睦, 跟家人和朋友的关系日渐亲密, 一生绝不会寡亲缘, 在文殊菩萨的庇佑下无忧无虑, 无灾无祸过一生, 老了以后更有福, 子女也与福神结缘, 继承他们的福分, 日子越过越甜, 生肖猴, 猴年出生的人, 知足常乐, 老实可靠, 天生最得菩萨的疼爱, 他们这一辈子, 都会过得越来越顺利, 一顺百顺, 顺风顺水, 天性善良的他们, 总是愿意帮助别人, 自然也能得到贵人的帮助, 人生路上都有不同的贵人协助, 贵人运特别旺, 他们赚了很多钱的盆满钵满, 生活也越过越好, 万事如意, 打击大力, 绵延长寿, 生肖马, 属马的人, 纯真善良, 率直已成相待, 打打咧咧, 菩萨和他们的缘分, 是深不可测的, 他们做了好事之后, 往往都会有所回报, 不少人对他们久不忘恩, 一把年纪了还会来相助他们, 即使是苦日子也不会长久, 一生好运相伴, 财源滚滚, 更难得是健康长寿, 生肖虎, 生肖虎的人, 终身光明正大, 无痛无哉, 性情名利如阳光的他们, 历来大气豪爽, 接人待物以成为本, 所以人生路上的事业有成, 虽然生肖虎一辈子会有一段, 对比忙碌主辛苦的时刻, 事业遇到瓶颈, 上不去也下不来, 但由于他们的人善和真挚, 最后总能绝处逢生, 菩萨也会化为贵人, 自动进家门, 祝他们后半生顺利无阻, 生官致富, 生肖虎, 生肖虎的人, 家宅安泰, 很少受到灾祸的侵袭, 一辈子常常安泰因食, 没有烦恼, 也由于属猪的人, 常常心胸慈善, 有舍己为人的大度, 懂得把钱捐出来施舍, 所以必定招福分, 他们看似吃了很幸亏, 实际上是收成最多福报的人, 一辈子苦意识, 负一事, 厚福深厚, 健康百年, 那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 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生孝虎, 明天是你的出头之日, 开门接喜, 双喜临门, 喜事不断, 以下将分别对这五个方面, 进行详细的分析, 以帮助生孝虎的人, 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命运, 财运分析生孝虎的财运, 总体来说是较好的, 虎是勇猛阳刚的象征, 具有不畏困难, 勇往直前的精神, 这种精神对于, 经济上的成功至关重要, 虎年出生的人通常, 具有较强的进取心和决断力, 善于投资和创业, 然而由于好胜心强, 有时也容易冒险, 需要注意理性投资, 和稳健的财务管理, 总体而言, 只要能够抓住机遇并善于规划, 生孝虎的财运将会不断提升, 事业运分析生孝虎在事业上, 通常能够获得较大的成功, 他们勇敢、果断, 敢于面对困难和挑战, 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野心, 虎年出生的人往往, 具有出色的领导能力和执行力, 善于组织和管理, 能够带领团队, 取得企业的稳定发展, 然而,虎的脾气也容易让人难以接受, 需要注意与他人的合作和沟通, 在事业上, 生孝虎需要更加注重, 人际关系的处理, 以及持续学习和进修, 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 生孝虎, 明天是你的出头之日, 开门接喜, 双喜临门, 喜事不断生孝虎, 明天是你的出头之日, 有贵人帮扶, 天降横财, 好运不断, 纳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 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智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笔南山, 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 大家好, 这里是佛之缘频道,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再熬十五天闲鱼大翻身, 菩萨保佑富贵平安, 财源广敬的三大生肖, 生肖蛇, 蛇年出生的朋友, 早期有丧门, 宰煞两颗凶心入福德宫, 因此较多人偏财不佳, 财运欠佳, 再熬十五天进入四月份, 届十五行与太岁三合, 财源广进喜气绵延, 结住好运, 以后生活将会无忧无虑, 另一方面生肖蛇之人, 事业中多有挫折, 但随着经验增长未来发展顺利, 将来身边机遇多多, 经运可达, 生肖羊属羊的人, 之前一段时间受臣服, 凶心聚集饱受官, 导致部分人流年不利求才不顺, 四月上旬有菩萨保佑, 健康好运, 同时月之五行有生财之局, 贫瘠努力加好运, 定能闲于大翻身, 另外生肖羊的人事业发展, 会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 当下应以调整心态为主, 今后偏财运非常旺盛, 横财不断, 生肖虎, 生肖虎的朋友, 之前镇子官禄宫受煞心, 陀螺心影响, 所以较多人, 心想难成生活难以顺心, 四月出纳观, 得喜财极心庇佑, 同时与菩萨缘分深厚, 届时富贵平安, 财运十分丰厚, 未来的生活将会非常的幸福, 另外属虎的人工作中比较忙碌, 尤其经商的人事情特别多, 将来满堂极庆, 夫妻和睦, 那摩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 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你属什么, 看看你的贵人是谁, 克星又是谁, 很准, 你属什么, 看看你的贵人是谁, 很准, 一,属属, 一,属玉龙则兴龙, 二,属玉猴则丰猴, 三,属玉牛则牛气, 四,属玉马则冲煞, 五, 注意和属马的人相冲, 六, 属玉羊则不祥, 注意和属羊的人相害, 七, 属玉火不能火, 注意属怕火, 要远离火源, 八, 属属的开运味, 西方, 二, 属牛, 一, 牛玉属贵有福, 二, 牛玉蛇真有德, 三, 牛玉鸡更大吉, 四, 牛玉羊则冲煞, 注意和属羊的人相冲, 五, 牛玉马则没法, 注意和属马的人相害, 牛玉采则记采, 注意不过头装饰自己, 牛一出头就没头了, 六, 属牛的开运味, 南方, 三, 属虎, 一, 虎玉猪更享福, 二, 虎玉马事业大, 三, 虎玉狗才富有, 四, 虎玉猴有罪兽, 注意和属猴的人相冲, 五, 虎玉蛇真没辙, 注意和属蛇的人相害, 六, 虎玉刀真没招, 注意怕刀有刀亦被人陷害, 七, 属虎的开运味, 东方, 四属兔, 一, 兔玉龙定大吉, 二, 兔玉朱定有福, 三, 兔玉阳事业长, 四, 兔玉虎最大吉, 注意和属虎的人相冲, 兔玉虎就不行, 注意和属龙的人相害, 五, 属兔的开运味, 北方, 五属龙, 一, 龙玉鸡更大吉, 二, 龙玉属真有福, 三, 龙玉猴更丰猴, 四, 龙玉马更潇洒, 五, 龙玉狗跳墙走, 注意和属狗的人相冲, 六, 龙玉狗难致富, 注意和属狗的人相害, 七, 属龙的开运味, 西方, 六, 属蛇, 一, 蛇玉猴必封后, 二, 蛇玉积定大吉, 三, 蛇玉牛更是牛, 四, 蛇玉猪就得哭, 注意和属猪的人相冲, 蛇玉虎是夜赌, 注意和属虎的人相害, 四, 蛇玉猪就得哭, 注意和属猪的人相冲, 蛇玉虎是夜赌, 注意和属虎的人相害, 五, 属蛇的开运味, 南方, 七, 属马, 一, 马玉羊更吉祥, 二, 马玉虎更有福, 三, 马玉狗更富有, 四, 马玉龙更兴隆, 五, 马玉猴准风猴, 六, 马玉属心里赌, 注意和属鼠的人相冲, 马玉牛就别扭, 注意和属牛的人相害, 七, 属马的开运味, 东方, 八, 属羊, 一, 羊玉马更潇洒, 二, 羊玉猪能发福, 三, 羊玉兔能致富, 四, 羊玉牛就别扭, 注意和属牛的人相冲, 羊玉属心里赌, 注意和属鼠的人相害, 五, 属羊的开运味, 北方, 九, 属猴, 一, 猴玉蛇有道德, 二, 猴玉龙更兴隆, 三, 猴玉属准是福, 四, 猴玉猴准封猴, 五, 猴玉虎心里赌, 注意和属虎的人相冲, 六, 猴玉猪不舒服, 注意和属猪的人相害, 七, 属猴的开运味, 西方, 十, 属鸡, 一, 鸡玉龙更兴隆, 二, 鸡玉蛇好生活, 三, 鸡玉牛更是牛, 四, 鸡玉兔别享富, 注意和属兔的人相冲, 鸡玉狗不能守, 注意和属狗的人相害, 五, 属鸡的开运味, 南方, 十一, 属狗, 一, 狗玉兔就能富, 二, 狗玉马事业发, 三, 狗玉虎更有福, 四, 狗玉龙相互冲, 注意和属龙的人相冲, 注意和属鸡的人相害, 五, 狗玉狗狗咬狗, 注意和属狗的人吵架, 六, 属狗的开运味, 东方, 十二, 属猪, 一, 猪玉虎真幸福, 二, 猪玉兔能致富, 三, 猪玉羊更吉祥, 四, 猪玉龙能化龙, 五, 注意和属蛇的人相冲, 猪玉猴四有仇, 注意和属猴的人相害, 六, 属猪的开运味, 北方, 纳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 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智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 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经与菩萨喜运连连, 你的愿望都将实现。 大家好, 今天我带来一篇, 关于幸运与愿望成真的推文。 有时候, 我们遇到一些机缘巧合, 好运接连降临, 仿佛菩萨在庇佑我们。 在这篇推文中, 我将与大家分享, 菩萨庇佑的力量, 以及透过留言区写下愿望, 来实现梦想的魔法, 让我们一起迎接, 喜运连练的幸福之旅吧。 你是否, 曾经有过那种奇妙的感觉, 不论是小事还是大事, 都能够轻松顺利地得到满足。 这就是菩萨庇佑的力量。 我们将探索这种神奇的现象, 并邀请大家在留言, 去写下自己的愿望。 相信只要你坚定信仰, 用心祈愿, 你的愿望, 就能够像魔法一样实现。 1.菩萨庇佑 喜运接连 有时候, 我们会遇到一些巧合的事情, 让我们感到幸运。 例如, 当我们迷路的时候, 突然遇到一个热心的人, 帮助我们找到正确的方向, 或是在关键时刻获得一份, 意想不到的好工作机会。 这些不可思议的事仿佛是, 菩萨在庇佑我们, 让我们享受喜运连练的幸福。 2.留言区写下愿望 你的梦想即将实现。 现在, 我邀请大家来到留言区, 写下自己的愿望。 无论是小梦想还是大目标, 只要你真诚地表达出来, 并把信心和希望寄托在评论里, 菩萨的力量, 就会渗透进你的愿望中, 祝福你的梦想实现。 相信我, 我见过太多读者透过这种方式, 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3.相信菩萨的庇佑 从内心迎接好运。 菩萨庇佑, 并不是只发生在别人身上, 每个人都可以得到。 这种神奇的力量, 关键在于坚定信仰, 相信菩萨的存在, 并且从内心感受到, 菩萨的庇佑和祝福。 当你满怀感恩前程祈祷的时候, 你会发现好运与幸福, 会源源不绝地降临在你身上。 4.菩萨庇佑的庇佑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 来证明菩萨庇佑的奇迹。 有一位读者在留言, 区写下了自己的愿望, 希望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和祈愿, 他收到了一份完美匹配他技能和兴趣的工作机会, 实现了他的梦想。 这不仅是他的个人经历, 也是许多人透过评论区寻求菩萨庇佑的真实案例。 5.信心和努力 每个愿望都可能实现。 无论你的愿望是什么, 只要你充满信心和努力去追求, 它都有可能实现。 菩萨庇佑的力量是无穷的。 只要你真诚地祈愿, 用心实践, 你的愿望都将变成现实。 请相信自己, 相信菩萨的力量, 让我们一起迎接, 喜运连练的幸福之旅。 经与菩萨, 喜运连连, 在这里, 我邀请大家在留言区, 写下自己的愿望, 并相信你的梦想将会实现。 无论是小小的心愿, 还是宏伟的目标, 都值得被关注和努力追求。 让我们以虔诚的心, 去感受菩萨的庇佑。 用留言区的祝福为彼此加油鼓劲, 一同共享幸福与喜悦。 那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彼南山, 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 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